Teslaw说一下这个tsk 这个b的话之前的话 还有网友在这个solo模式下来可以挖得到 现在是完全都挖不到 挖不到怎么办的话 那只能去那个矿池吃那个大锅饭 矿池的话 它官方已经有了 我们去它那个官方网站看一下 首先是下载这里 然后到这里 它这上面没有写 这个是下载钱包的 不用矿 不用看的 点这里 这里 这里有一个 什么 这个b的矿工 然后点进去 然后点这里 看你用哪个版本 如果说你用windows就用windows 不用windows的话就用 用这个 Ubuntu 然后下载这里 下载好的话就是 这 就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配置一下配置的话你就找找这里了 你看它这里帮你填好了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矿池的地址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这个矿池好简单你看它这里的话第一个是矿池的酸力有这么多然后第二项的话是全网酸力 然后第三样是这个挖出去有多少个块了挖了1123个块 就是它那个肩膀里面的高度 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这个和这个 因为这个的话显示这个这个为什么要高一个 因为它这个是现在是正在挖这个块 这个显示的意思是已经错了这么多块 然后这些这些干管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这个是端口挖矿端口你看 它这个的话就跟这类的话333是一样的了 我们的话就需要把这个钱包地址改成你的 这里 然后这个这边就是改我的了 然后粘贴下来 最后保存一下 这个运行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 然后在它这个矿池这里查一下你那个挖的那个酸力有没有点这里 然后把这个粘贴到这里来以后的话你在别的地方随便点一下 你看如果说你有算力的时候它就会在这里显示你的算力 是多少HS 然后这个是查那个钱包里面有没有币 这个我这个的话只是为了演示用的话 所以的话就不再弄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子的话有可能呢就是你挖不了它会出错 不错不错的话你需要给它设置一下中转 就可以挖如果没有那个中转的话 是挖不了的它因为它不支持国内的 行了先这样 好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